屏東東港安檢所安檢人員在執行漁船爆港出港的時候 接到了漁民的通報 說有民眾跌落港區 緊急帶著救生裝備來前往 那現場就看到一名外籍男子在水中載服載塵 疑似是喝醉了 意識模糊不清 安檢人員緊急要救人 但因為這個船船的落差過大 不利救援 因此就協調港內有船來接駁上船 落海的男子初步看起來 生命跡向穩定 但是因為喝醉意識模糊 還是先由救護車送移治療